大的是要敲那個大的石頭 好茶部落騎勞正說明石板的特性 以及如何分辨公石板與母石板 臺大城鄉基金會協助好茶部落 進行社區公共空間的整體營造 運用盧凱族傳統建材石板 打造社區健康人型步道 與休憩用糧亭 同時開辦培育計畫 邀請部落騎勞傳授傳統石板建築工法 培訓的課程是關於 老人家跟小朋友一起 就是一起學習習傳承的一些計畫 那主要計畫是利用那個部落 公共空間的改善 然後讓老人家年輕人 跟小朋友參與在裡面 有了 有了 試鋼耶 卡好 也有托育班的二十位學生 在老師的安排下 利用課外教學活動時間 安排里那裡好茶部落的文化之旅 從石板的採集 切割 石板的堆砌方式 到植物的栽種等 豐富有趣的課程 小朋友很感興趣 開心 剛剛舞木也教什麼 你還記得什麼 石頭 石頭怎麼樣 木的跟弓的 剛剛有敲石頭 會不會很難 不會 不過現在傳統工法培育計畫 執行上出現困難 因為現在禁止採集山上的石板 沒有足夠的食材 可以營養社區環境 現在主辦單位也感到很困擾 現在只能做多少算多少 記者柯市的屏東馬加採訪報導 還有 小朋友 在說什麼 很嘴巴